美国政府公然采取损害中国在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的措施 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 美国政府公然采取损害中国在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的措施 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 严重侵犯了中国留学人员的人权 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利用各种借口 对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无端限制和打压 我们支持中国留学人员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正当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